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专业美国总统特兰普 2019年2月15日 在白宫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理由是阻止犯罪分子 博平等继续通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 保卫美国南部边境的安全 按照美国国家紧急法案 National Emergency Act 总统宣布紧急状态之后 交流友谋生财产 向国内派兵实施救援令 终止会学和商业武器管制等权利 特兰普希望据此套用军事工程等资金 为其承误的南部边境强盈资 此举领发社会各界 特别是美国民主党的强力抗议 如何解读这一世界 小南成为评判当下 即日来特兰普政府执政趋势的重要内容 白宫交点一 特兰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的法律 一经合在 特兰普动用的国家紧急法案 可以追溯到1976年9月14日 由福特总统签署的国家紧急法案 National Emergency Act 美国总统的权利 由于宪法作者国会通过的法案 但这些都没有专门针对紧急情况的统一法案 根据国家所列明的一些特殊形式 1917年 美国罗兰斯总统 就曾经专门发布美国水域紧急状态 20世纪30年的罗斯福总统宣称 其有权在不限制其范围或西线的情况下 宣布紧急情况 他在执政期间宣布了银行降日及控制棉花生产等紧急状态 截至1973年 针对危机等各种特殊情形 国会出台后超过470个法案 宣布总统在危机时刻表特殊权利 这些权利 只有总统对宣布紧急状态之后才收下 但总统在应对紧急状态上 并没有什么过程和规则约束 1976年 美国国会希望通过出台国家紧急法案 将总统应对紧急状态的权利进行规则 首先 通过出台法案 宣布1976年前 总统策宣布到大商业施限的紧急状态 其次 通过出台法案 明确未来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序 总统必须用照法案规定 宣布紧急状态 使用策定的权利 必须指出所原有的法律 并且通常应用后自动争执 除非总统在达到终止期限的90天内 发布容息公告 第三 通过出台法案 拉求国会有力各地进行投票 以决定是否终止现有的紧急状态 尽管国家紧急法案试图逼放总统的相关权利 但并没有明确说明 什么是紧急状态 仅仅将紧急状态 并认为总统认为是紧急的状态 总统拥有宣布新的紧急状态 或者继续保持现有紧急状态相关法案的权利 1985年对紧急状态终止的权利 做了进一步明确 即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后 如果要终止这种状态 参政两院必须通过联合决议 而且还要总统签署 否则只有参政两院投票 等超过多三千二都数才能直接终止 该法案还要求保留所有使用紧急状态的命令和紧张的记录 国家紧急法案 是以美国总统在哪种程度上 拥有超越宣法及国会的权利 而且这种权利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从1976年法案颁布至2019年到月 美国立即总统已经宣布了59个国家紧急状态 截至目前还有31个5年都更新 目前还生效的最早的紧急状态 是1979年11月14日卡特总统宣布的紧急状态 即在伊朗连日危机之后 卡特总统发布命令动就伊朗在美国的所有财产 咱可可见 特朗普动用国家紧急法案 有其特定的防御依据 特朗普交给爱 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事件的原因何在 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有起竞选承诺 从2016年特朗普参议美国总统竞选以来 他就在多个场合提出 要在边境修建长城 所指毒品进入美国 倒击非法移民等问题 以此提高美国国家安全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多次强调宣布 这既是对线竞选承诺的表现 也为下次竞选获胜创造条件 然而 要宣布就必须要资金 在美国立法资金法案 必须由国会批准 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民主党控制了中立院 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 特朗普拯任众议院立长 2018年底 美国国会提出的2019残忍预算法案 为包含特朗普所要求的南部边境墙费用 为此 特朗普拒绝在预算法案上签字 导致美国政府 从2018年12月25日起关门 美国政府关门期间 尽管特朗普与国会进行高通谈判 但未能在边境墙资金安排上达成共识 特朗普拒绝的民主党员坚持不予拨款 设为南部边境虽然有安全问题 但可以通过采用智能电子设备等方式进行升级 建设实体墙计浪费资金 也为对美国附流的教学官 结果导致美国政府都能长达35天 创下美国联邦政府最长平等纪录 这部共和党及民主党都构成较大严厉 在此背景下 今年1月25日特朗普在白宫宣署临时拨款法案 重启政府运作三周至2月15日 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后 会会继续对边境墙建设室以进行讨论 但相关进展并无预期 特朗普多次向外界表示 如果能有获得相关资金 那么可能动用国家紧急法案 以获得主动权 今年2月14日 美国参助两院 通过了一份总额达3330亿美元的 边境安全和联邦支出法案 得于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 拨款至本台年结束的9月30日 该法案仅同意给南部边境墙项目拨款 13.75亿美元租金 并以德克上司招奥格兰德股区域 接近一段55亿厂的实体墙 特朗普随后表示 用意签署该法案 以避免联邦政府再次关门 但交采取其他行政手段 包括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以确保边境的国家安全 2月15日 特朗普宣布签署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宣布动用约80亿美元资金 修建边境墙 其中 13.75亿美元 来自刚通过到新港预算案收钱资金 36亿美元 来自军事工程建设款 动用总统预算自由台安全 从基德进度项目中 跨过25亿美元 从财政部资产运收基金中 动用6亿美元 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表面上市对犯罪分子 如平董继续通过南部边境 进入美国的巨大帮夕 实质上就是通过此法案获得授权 取得精致南部边境墙所需的资金 对此 美国国会政议院立场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输墨 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这不是紧急状态 总统散布恐惧情绪 并不意味着进入紧急状态 国会将捍卫宪法权威 按照现行法律 即便中议院与参议院通过联合决议 提出终止紧急状态 但除非参注两院投票 超过三分之二分数通过 否则必须经过总统签署才能生效 在当前共和党主导参议院的情况下 显然将能终止特朗普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之后 他将获得一系列相关权利 此举将为购建南部边境墙 宣定重要基础 特朗普通过宣布南部紧急状态 获得正强资金 挑战美国的法律权力焦点三 为何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事件备公主 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时发表讲话 指出历史上有很多总统都动论过国家紧急法案 豪雪奥巴马在日内曾经宣布争对跨境状态的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认为他此次的行动 只不过是奥巴马提出的紧急状态的延续 并没有超出传统范畴 从这个角度看 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并分什么大新闻 但相比本世纪以来 将近60次的国家紧急状态 为何本次事件如此备受关注 结合当下的信息来看 特朗普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 或将触动三方面的挑战 由此决定了本次事件的分同一方 首先 特朗普通过宣布南部紧急状态 获得更强贴金 挑战美国的法律权盟 自美国国家紧急法案单部以来 美国总统动用该法案获得授权 大部分是针对美国国家安全 而采取对外实体的限制措施 但特朗普本次宣布南部紧急状态 确实借此获得美国国内财政资金购配权 而且这种资金安排 已经明确被国会所改决 特朗普的做法 实际上已经挑战了 美国国会已经通过的 2019财民领算法案 宣承岁上挑战了美国的法律权盟 中医院等相关机构的政客 强力反应属于意料之内 由此可能持续引发相关被门带口水战 或者法律送送 这种连锁反应 在此前的猪哥同类事件中 并没有出现 这必然引发公正的持续关注 其次 特朗普调配其他项目财政资金 运于更强 巧照美国预算财经纪律 特朗普希望国会批准 57美元运于更强 虽然单纯从新墙本身来看 这种力度并不小 但从美国能够 测量并美元的预算来看 这仅仅是其中极小的范围 特朗普如此关注国会对 该项目的资金批费问题 体现了美国预算制度的精细化 又体现了美国预算执行的原则性 关于该项目的各种认证 又体现了美国财政预算 对继续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 特朗普相对通过国家紧急法案 变更财政资金任途 从多个渠道筹集财政资金 这种行为显然提到挑战了 美国财政预算制度的权威性 触及了美国财经济力的底线 第三 特朗普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案 获得超级授权 巧照美国领导日恒体系 特朗普希望没有坚强获得财政资金 如果贪注两面都是共和党控制 那么这种要求 估计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就很大 然而 干承美国民主党控制的重力业 特朗普立能如愿获得所需 建强资金很大程度上是民主党的正确处行 从这个角度看 特朗普通过相对紧急状态 强行获得相关资金 表面上是对于民主党 光与南部建强资金反对意见的否决 深层次上反映了美国两党制衡机制的热化 特朗普作为总统可以通过国家紧急法案获得超级授权 出动了美国的政治机制 综合来看 特朗普宣布南部紧急状态事件本身并没有太多烂点 美国多个总统曾经多次动用国家紧急法案 而获得超级授权 到此次事件衍生出了财政资金的安排问题 挑战了美国的预算财政纪律 挑战了美国法律潜估 挑战了美国难党的震衡机制 高度攻注当事件后世的远跃 成为理解特朗普执政空间的重要内容 虽然本次事件未来的远跌态是较难过客 但本次事件可能逼美国为难深层次讨论 或者网上包括国家紧急法案对内的法律体系 由此规范总统的权力 当前美国财政债务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 未来财政减税增资的空间再缩窄 让党关于资金分配的周围可能常态化 这对特朗普执政可能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随便讲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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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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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